欢迎来到命运设计系 我是系主任简少年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提到改变命运的关键吗 而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聊聊这其中的一个关键 那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里面的风水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房子 是风水师都不用到现场 就已经可以知道这里的风水到底有多糟糕 那就是三角形的房子 前几天呢 我有一位香港的朋友啊 他跟我视讯聊天 聊着聊着呢 我就觉得他的这个面相上看起来 气色怪怪的 不是太好 那一问之下呢 才知道 哦原来是有人欠了他的钱没有还 而且呢 还因为这样吃上了官司 但是呢 也还是没有拿到他该拿的钱 那他边讲的时候呢 边走到他家里面一个三角形的小房间 哦 再来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创业家 他曾经呢租了一个三角形的办公室 结果有一天呢 他就跑来问我为什么 我这个员工的流动率啊会这么的大 我就跟他说啊 你这个员工啊流动率大 我还觉得是小事呢 如果严重起来啊 肯定最后一个员工都不会有 没想到后来呢 他的员工真的全部都离职了 而之后呢他不管怎么找都是找到很有问题的员工 最后呢在他搬离开之前呢就变成了一人公司 要自己出货自己当客服自己当业务自己当企划 全部自己来 那有没有更严重的案例呢 我有一个企业规模做很大的朋友 他的这个财务跟货品有关的部门 就刚好在他房子里面三角形的空间里面 结果呢在有一次过年期间啊 忽然被倒账 一倒呢就倒了好几亿啊 所以三角形真的是很可怕的 那前面呢我讲到的都是跟钱有关 更严重的是有些三角形的商场 因为商场的人多三角形的规模很大 就容易发生一些失火凶杀或是电力的问题 不是客人杀员工就是员工杀员工 非常可怕 因此三角形可以说真的是一个大忌中的大忌啊 那要怎么看这个三角形呢 其实就是从你房子的平面图看上去 前面间后面宽 从风水角度来看呢 这样子的地方就容易有火灾 是非受伤病痛凶杀破产等等危险啊 如果有同学刚好住在这种三角形的房子 那就想说要怎么来必杀了 我的建议是赶紧搬啊 没有别的方法了 那么接下来讲到风水 大家通常都会上网看一些风水文章 结果发现说A说这样子做 B说那样做 每一家都说的不一样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啊风水这个学问从最早的轩辕皇帝时期 其实就有了 经过了几千年的流传一定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啊 那肯定是很难在三言两语之中就把它说明白了 但是呢今天简老师我 就总结了一些现代人比较能够用到和理解的风水 来跟我们各位同学分享啦 希望同学们看完这个影片 就能快速的改善家里面的风水哦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应该要以方正为宜 不只是你家的户型包含你们家用的桌子啊 门窗啊 镜子啊这一类的都最好是方正的 可是有同学就会问有些东西我就是喜欢圆形的怎么办 那圆形的风险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会有烂桃花的问题啦 所以呢只要家里面用的东西啊都尽量是方正的最好 就不容易出事啦 刚刚我们讲完整体上的风水 接下来就来细讲一下 我们先从这个门口开始 因为出门啊是很重要的事 所以会影响到一天的心情 因此第一个重点就是啊 不要把没用的东西啊都堆在这个门外 而最好是你家的这个门外到你家社区的门外 都要非常整齐干净 所以呢自然是要把这个鞋子整理好藏好 原因是因为鞋子有这个臭气跟晦气 会导致你进出门都不顺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家门口啊最好要有个遮蔽 这个是古代隐私的观念 现在来看呢也就是如果你家一看就被看透客厅 那你就容易有破财的问题 所以要把家里面的客厅给遮住 这个遮呢一般来说是玄关 当然可以用屏风遮 或者是你家的格局 本来这个玄关走到客厅就有一段路 那这段路可以帮助你遮蔽你们家的客厅 这样自然就能避免漏财的问题啦 关于门口还有一个部分啊 是现在人出门都很匆忙 所以呢会准备一个镜子放在门口附近 方便出门的时候整理一容 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这个镜子呢它会反射你的样子 那如果有时候你出门前没睡醒 或回家后太累脑子不是很清楚 就容易自己吓到自己 而这自己吓到自己呢 就会导致整个气韵不在身上啊 所以镜子最好还是收纳起来 避免有这个造成心神不宁的问题啊 而简老师我以前还真的有 被朋友家的镜子吓到过 结果的鼻子呢就撞到了门 非常的惨 所以我个人忠心建议大家啊 欸镜子最好还是藏起来比较好啦 不要直接摊在门口 这真的会很可怕啦 好了讲完了这个大门 再进去我们就看到客厅啦 有很多同学跟我讲 老师我总是存不了钱 没有关系 存不了钱可能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们家里面有嘴的东西太多了 那你要知道啊 一张嘴就是一笔钱 所以呢进到客厅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把家里面所有有嘴巴的东西 全部收起来 就算一幅画里面啊 动物有嘴巴也要把它收起来 例如说八郡图 有八匹马 他就是八张嘴 那你把它收起来之后 他们就会少吃你好几口饭 你自然呢就比较能存下来钱啦 第二个呢就是有些同学啊 他比较喜欢收集这种武器 凯甲猛兽 家里面如果有这些看起来比较危险的东西啊 就很容易有是非口舌的冲突 所以这些东西呢最好也是收起来 不要放出来 避免有这个冲突 或是小人 以及官非哦 第三个呢 就是跟大家一般很关心的烂桃花有关啦 之前简老师我有一个经验啊 我跟一个客人非常好 但是这个客人的桃花一直 特别的烂 特别的混乱 他就问我怎么办 能不能去他家看一下 我一去他们家看呢 发现哇 他根本是住在这个凡尔赛花园里面 他整个客厅到他的卧室 全部都是花朵啊 那就算不是花朵 也是花朵式的一些图样 非常的乱 所以你一进去啊 就会觉得心神不宁 然后因为花太多呢 本来就是一个烂桃花的意思 所以家里面的客厅跟卧室啊 要尽量的保持简约的风格 不能太过于混乱 这样的话呢 住起来才不会有一大堆烂桃花 运气才会好哦 而当你的客厅啊 已经收洗干净之后 接下来就是要收阳台啦 那这个就是最有效的啦 每次大家问我说 简老师 运气要怎么样才会变好 我说收阳台最有效 因为阳台啊 代表一个人的前途 阳台外面叫做外名堂 里面叫做内名堂 如果内外名堂都干净了 自然你的前途就会宽广 运势就会好哦 阳台很乱的人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很容易丢三落四 出门忘记带钥匙 所以建议大家都把这个阳台收干净 运气自然会比较好啦 再来跟这个阳台有关的就是植物 有非常多人都问我说 简老师可不可以在家里种植物 我说其实太多不太好 他们说那怎么样算太多 我说建议这个植物树啊 最好跟你家住的人数是一样 原因是啊 植物本身是一个比较潮湿一点的东西 而且它是有点拼阴的 如果放太多呢 它就会影响到你的健康 还会影响到你的运势 你整个阳气就会比较难起来 那另外一个呢 是你的植物跟你的这个运势息息相关的 是它健不健康啊 现代人浇花都浇的不是很到位 导致植物都死掉 如果植物过得不好 那你也不会过得太好哦 那宠物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你的宠物环境一定要干净 宠物一定要健康 你的宠物很堵栏 你就会很堵栏 因为家中啊 任何的生命 任何的灵体 只要他们觉得不舒服 都会影响到他们主人的运势 阳台讲完了 我们接下来来讲书房 书房跟一个人的读书运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跟他的文字创作运也有关 这里面有个观念跟大家非常不一样 那就是绝大部分的书房呢 通常都是靠在墙壁上的 然后人是面壁思过 因为这样空间比较好利用 但是你仔细想想 这个大老板的办公室啊 没有人是这样的 一定是书桌在中间 背后靠墙壁 往前看得非常开阔 这样才是看得够远 所以书房的逻辑呢 最好是背要靠墙 然后眼睛要看向窗外 有一个view 最好远方可以看到一些高山 像一支笔一样 那这样子呢 写东西就会闻思全勇 而且你会做得安稳 所以你写的时候呢 就不会觉得心慌 就不容易写错东西 所以不管是写东西 还是要炒股票 都这样子做才是一个对的做法 你的书桌如果要靠墙的话 如果你需要男贵人多一点 那你就左边靠墙 如果你需要女贵人多一点 就右边靠墙 这就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书房 对你这个创作呢 跟读书运就有很大的帮助啦 如果你没有书房怎么办 那没关系 至少你有桌子吧 对吧 那只要你背靠墙 然后前面看到你家阳台的窗外 看得越远 你这样写东西的时候就越顺 想事情的灵感就越多 这样子也能达到一个比较旺文笔的效果哦 讲完书房之后呢 我们就要来讲卧室啦 卧室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要知道的是明厅暗房 明厅暗房是什么 明厅暗房就是客厅要比卧室亮 为什么 因为你要营造一个白天跟黑夜的感觉 如果你进到卧室还是很亮 那就是有白天的感觉 你就很难睡得好 你的生理不会反射说 我现在要睡觉了 所以导致不容易入眠啊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不要睡在凉下 有的人因为卧室的结构或摆放 他就是觉得没办法 所以就把自己睡在凉下 但其实这是一个大忌 这个凉啊 不只是头不能在凉下 而是指身体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能在凉下 头在凉下 头痛 手在凉下 手痛 脚在凉下 脚痛 因为凉是一个金属密度很高的地方啊 你把自己放在底下 你的血域循环速度就会变慢 这个变慢久了之后呢 就容易堵塞造成酸痛 那在更久以后甚至会延伸出一些疾病来 所以千万不能在凉下啊 再来是柱子的部分 这个柱子不能太大根 因为柱子太大根会造成空气对流的问题 那这空气对流的问题呢就会造成你身体里面某一半比较凉某一半比较热 那凉的那个部分呢就容易造成酸痛的问题啦 所以卧室里面有太大的柱子也不合适 那如果大到像这种超大罗马柱 那可能已经不是受风问题了 可能是压迫感的问题 你睡觉呢就会觉得有压迫感就容易做噩梦啦 再来人家常说啊龙边跟虎边要有靠 玄武要有靠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啊就是你的床头后面一定要靠墙 这样子风才不会穿过去啊造成你头部受风 而且你睡得会比较稳就不容易头痛 然后你做事情呢后面会怎么样有靠山 那龙边跟虎边是什么意思呢 有人说左右逢源两边都不靠墙 但经过检老师我实验我认为靠墙还是比较好的 为什么因为安全感 就是如果你把床啊靠在墙壁 你滚过去的时候你是不会滚到地上的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地方可以窝在里面 这样呢你睡的时候呢就会比较有安全感 那如果呢你两边都不靠墙你就很容易滚下去啦 睡起来就没有安全感啦 但是如果你是双人床两个人那就没有关系 原因是因为你有两个人滚到另一边的时候 会压到另外一个人你也就不会滚下去 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导致你两边不靠墙也是OK的 因为下床会比较方便啦 那龙边跟虎边的差别是什么呢 一般就是啊左手边靠墙的话 男贵人会比较多 右手边靠墙的话 女贵人会比较多 所以看你的工作上啊是需要男贵人多 还是女贵人多 你就可以决定啊 你的床到底要龙边靠墙还是虎边靠墙啦 但不管怎么样头后面一定要有靠 这个是至关重要的哦 最后呢我们要来讲一下神桌啦 这个年轻人是很容易忽略家里的神桌啊 但其实神桌是家里最重要的部分啊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之前呢有一个客人来找我算命 我就说哇你去年啊真的是倒霉到不可思议啊 你去年看起来你自己出车祸 爸爸生病妈妈开刀哥哥破财 另外一半呢跟你分手 哇整个是惨到不可思议啊 那为什么这么惨 我就说你们家风水上做了什么事情 你能一年之间忽然这么惨 你们家一定有个风水很大的变动 他就跟我讲了 他前一年的时候呢 有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朋友 跟他讲说他们家这个神桌的方位放的不是这么好 因为他说他们家这个事业上一直没有起色 想要改一下把事业改好 结果呢他就说这个摆法应该是要放到这个靠近阳台的部分 结果呢他就把他整个神桌从家里面挪到阳台上 然后呢他的家里就开始出各种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神桌挪到阳台开始 全家人一戏之间全部崩毁啊 所以神桌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而且应验之快啊 一个神桌调整的问题啊 必定在一个月内出大事 或者是一个月内大吉利啊 那究竟为什么他放到阳台会这么惨呢 我们现在讲 你放到阳台这瞬间 第一个你神明就是到处吹风嘛 你有没有放在家里面的时候很稳啊 我们可以聚气对不对 可是你放在阳台不一样啊 放在阳台他旁边就没有靠啊 风就直接吹进来 然后后面呢也不稳定 再来是阳台呢本身是一个很空旷的区域 这个阳台放在这的时候呢 他日晒雨淋被雨打到整个地方又很脏 那很脏乱的情况下呢 你的神的这个运气就会很脏乱 所以呢你所有家里的运气 就会一瞬间全部爆掉 原因就是因为放在阳台的位置啊 那刚刚讲的那个故事是比较可怕的 但其他部分我们讲一下 你比较容易发生的啦 那第一点是很多人都会去观光旅游 然后观光旅游的时候就会东拿一个神明 西拿一个神明 身上各种神明 然后散在家里各个角落乱摆 这样就会造成磁场上的混乱 尤其是有的人啊 更可能把这个神明的图案啊 放在一些不好的地方 像之前呢 简老师我就有一个学生啊 他之前的这个户型图我看 我怎么看都不觉得他会出车祸 摔乱脚 因为这个风水看起来没有太大的问题 后来我去他家仔细一看才知道啊 哇原来是因为啊 他们家去求了很多神明 他就不是那么信嘛 所以他就把他所有的神明的这个护身符 挂在他们家的那个WiFi的征服器上啊 所以磁场非常混乱 而且他挂上去之后一个礼拜啊 他就骑脚踏车的时候 为了闪过一个水坑 结果没想要摔车的时候 直接折断他的脚啊 哇非常可怕啊 所以如果有很多神明图样的东西啊 最好放在身上跟着自己 或是说在家里面找个好好的地方收起来 不要乱丢 免得造成你们家很大的风水问题哦 再来是哦 家里面本来如果有供奉的主神哦 其他送的神哦 建议怎么样也带在身上 或者是不要收啦 原因是因为神明太多哦 你很难兼顾哦 所以基本上以主神为主是比较好的啦 那如果年纪大的同学 一般比较容易犯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送一些这个神像啊 然后说没有开光 那其实啊 不管有没有开光 他对你风水上都是会有影响的哦 所以你摆错也还是会有问题 因此呢 诶 大家如果送来 建议大家 哪里来就哪里去 不然就是把他送到庙里供着 不要在家里啊 满天神佛啊 因为啊 有时候你放对没有事情 但你放错问题很多 甚至你可能照顾不来 反而得罪了 这样就很不好啦 第二点呢 就是整理神桌啦 神像的前面要干净 如果神像的面前越混乱 你的前途就会越混乱 那整个神像的影响呢 跟你自己本身的状态 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所以视野一定要好 因为很多人神明往外看 但是窗户都不差 甚至前面有帘子 那神明看前面姆萨萨 那你人生看你的前途就是姆萨萨 这样就不好 所以神明前面的视野一定要好 看得够圆 不能看到一些杂乱的东西 所以神明前面全部最好都要收干净 你可以想象就像皇帝一样 皇帝在做早朝的时候 前面一定是整个平得很开阔啊 你会看到很多杂物和垃圾堆在皇帝前面吗 不会吧 所以神明前面一定要是开阔的啦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就是神明不要太多 而且要收好放好 最好是戴在身上 再来神明前面不要杂物 视野要开阔 整个要清新 干净为上 这样子呢 你运气才会好哦 所以讲了这么多 大家就会知道一个道理 其实就是干净为上啦 当然这个房子白白走 每个人住家都不一样啊 那今天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常见且惯用的公式 但事实上很多细节搞不好还有例外的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不就爆炸了吗 那么这些高深的内容啊 我们之后会再慢慢的做影片细细的介绍哦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这里是命运设计系 我是你们的系主任 简少年 我们下次见 拜拜 老师所谓的佛像是指 佛的样子的照片那些都算吗 其实只要任何东西你觉得你把他头扯断 你会倒每个礼拜都算 老师那像过年求的发财金啊 什么发财好运卡啊 上面都有佛像那种算吗 算啊 所以你一定要戴在身上 或者要收好 不能乱丢 那把他们全部集中放在发财位是好的吗 怕你的发财位今年不是发财位啊 发财位每年都不一样啊 老师那像那种 有人会送你佛金啊那些怎么办 佛金的倒还好 但是佛像比较严重 那可以怎么处理啊 一般来说你可以在庙里的香炉化掉 那大家可能就会有疑问说 到底为什么三角形的房子这么不好 其实我觉得关键是 我有个朋友会通灵 那时候他通灵的时候他就说 他发现只要房子不方正 那其实那个角落就容易卡着很多灵体 然后他会卡住走不出去 然后走不出去久了之后 这个磁场就越来越混乱 所以这个角落就会发生很多问题 好 好